我们这次大家都感受到很大的威胁 因为各种变化都使人感觉到好像末日真的快到了 其实这是人类第五次要大灭绝 前面已经有四次了 那我们所能做的事情是什么 非常简单 最要紧的要记住这三个 第一个不照声 第二个不惧众 你看现在惧众越来越危险 第三个最要紧 现在所有问题都在这里 不念才 从现在开始 不管任何人跟你谈什么事情 谈到最后是念才的 你就知道 赶快留 要不然下去不得了 兜了个半天签字 就是让你出钱 你发现你现在都是用免费 然后教你花很多钱 所以我是最警觉性的 只要看到免费赶快跑 有人讲免费 他是告诉你 我提供到什么地步的免费 这个是真的 我从头去免费 那绝对是假的 所以你看你把这一桶你什么肚子抖了 你慢慢去想 你就知道 人如果不了解义经 你这辈子是白过 所以我们先做一句话 越年轻 越早学义经 你将来 用得越长久 我有本薄薄的书叫 易经真的很容易 你就要看个五遍 后面都懂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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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